现在外面很多的公共场合都会设有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 也就是AED 希望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可以在黄金石线内救人一命 所以为了提升线内设AED的普及率 多间庙宇捐了28台的AED给线内23所的国中 另外配给原乡的卫生室等单位 希望让全线都可以串联起来 这次捐赠的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有28台 三清宫捐赠12台 玉尊宫7台 郊西写天庙 原山慈惠寺 佛光山社府基金会各2台 还有大福补天宫 南方澳南天宫 静安宫各1台 并在今天配发给县内23所国中 南山澳花卫生室 宜兰社府馆 宜兰文化中心和幸福爱儿园 实施证集完以后请继续实施CDR CDR是我们给第一次 AED是 那你们这台南澳之后会设计在学校中心吗 呃在那个健康中心里面 就他中心 是是是 那你们怎么针对学校的教职员 都去做这样的 呃我们回去之后我们会做 那个我们每年都有做一次CDR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来研习 那针对AED的语练 呃也是配合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做简单的民众版的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操作 呃由护士来来来来来教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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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死因的第二位 患者病发时 如果当下能马上施以CPR 汉用AED急救 存活率可高达90% 而行政院也颁布一套管理办法 规定包含学校 旅馆等八大公共场所 都必须设有AED 宜兰县目前已经设置了144台 让AED遍布各角落 及时救人一命 研究单位觉得我们在进击 这种心肺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需要救命的这种 第一时间的设备 就是AED最好的使用时期 所以我们这几年 在很多的企业建筑的范围当中 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来设置 尤其是像我们在国中的校园 或者是几个比较偏远的乡镇的 医疗卫生室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我们刘局长就请这些 寺庙或者是佛教的团体 来做这样的捐赠 我们非常感谢 卫生局希望更多公共场所 能够设置AED 只要有需要 卫生局会提供操作CPR和AED的 教育训练 一栏讯会记者黄猪汉怎么不到 好 这样开始 黄猪汉 黄猪汉